有一种商店 它所有商品价格统一都是十元 被叫做十元店 十元店其实最少并不是在中国所创建的 70年代其实日本已经创建了十元店 属于货币的这个币种的规样 在日本这样的十元店叫百元店 在美国叫一美元店 在线上新零售紧喷的今天 十元店还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在美国这个一美元商店 已经成为在过去十年当中 增长最快的零售的这么一个细分行业 而且在这个一美元商店 居然诞生了四家美国的上市公司 第一彩经解码财商 特邀微创中国董事长唐骏 为您解码十元店的上市生意经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敌财经解码财商 唐骏来了 我是唐骏 最近几年在我们身边的商圈中 出现了一种新业态的零售商店 在这样的零售商店里边 所有的价格都是标价为十元 这样的商店被称为十元店 那么我们再来看 有一家公司叫名创优品 在2013年创建通过七年的努力 居然在全球开设了 超过4200家门店 并且在上个月的10月15号 在美国的纽交所正式上市 而且市值超过了70亿美金 我们都知道在当今电商和新零售 紧碰这个时代 像这样的传统的行业 而且是以小商品为主的这种零售 还有怎么样的生存空间 它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未来的机遇是什么 今天我们一起来解码 2020年10月15日 民创优品正式登陆纽交所 股票代码MNSO定价20美元 上市当日市值一度高达70亿美元 靠自创的名创优品品牌 这家公司在全球开出了 4222家门店 其中直营门店只占比3.1% 第三方门店占比高达96.9% 第三方门店包括加盟店和经销商门店 名创优品不自建工厂 不自建仓库 甚至不用自己开店 通过一个品牌整合上下游 将一个超过95%的产品价格 低于50元的日用百货店 打造成了年销售额达190亿元人民币的 超大型连锁10元店 10元店其实最早并不是在中国所创建的 70年代 其实日本已经创建了10元店 由于货币的币种不一样 在日本这样的10元店叫百元店 在美国叫1美元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日本的百元店 70年代的时候 在日本出现了一个种叫百元商店 也就是到这个商店里面去 所有的商品都是100日元标价的 当时日本人的平均工资 在30万日元一个月 这100元的商品对日本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日本 然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百元商店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商店 因为在这个商店里面 你可以买到什么 从这个家庭生活用品 办公用品 食品 所有的一切的小商品 你都可以买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那个年代 就要回国的时候 主要带一些日本的这些所谓的礼品 那么什么到哪里去买礼品 更多的是到百元商店去买礼品 因为在日本的百元商店里面 商品都做得非常的精致 小型精致 非常的实惠 在美国 这个一美元商店已经成为在过去 十年当中增长最快的 这个零售的这么一个细分行业 而且在这个一美元商店 居然诞生了四家美国的上市公司 比如说有美国的这个比较 著名的叫家庭美元的Family Dollar Store 然后呢 Dollar General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大的美国的上市公司 所以这样的历史 当然给中国的这个企业家们带来的一些机会 十年商店它的起步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商品最吸引人的地方 里边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统一的 所以说给消费者的概念来说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商店 它不用采用什么打折的方式 而是直接告诉你 我们就是一个价廉物美的商店 那么第二如果说传统的这种生活用品的话 可能已经过时了 当今现在的这种新式的十元店 无论从这个商品的这种时尚也好 还是包装的时尚也好 还是说银河现在时尚的这种潮流也好 十元的商店已经渐渐地往时尚这个方向 在接近这个时尚 第三个是什么 需要上新 在这个消费品市场当中 特别是服装类的市场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ZARA的成功 我们看到了优衣库的成功 那么他们的成功在于什么 他们的成功在于不断地在更新商品 新时代的这个十元店 也在往这个方向在靠拢 只有在这样的更新的过程当中 才有可能吸引很多人走进商店 当你走进这个商店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这种商品 对很多消费量是因为是价格的低廉 会产生一种购物的一种冲动 那么当今这个时代 可以说电商无处不在 通过电商可以购买到 你任何想要购买的东西 在零售非常发达的时代 还能有十元店的生存空间 那么到底是什么促进了这个十元店的发展 首先我们再回到的这个十元店的鼻祖 这是在日本 日本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 就诞生了百元的商店 一家日本最著名的一家公司 叫日本大创公司 也就是它开启了整个百元商店的这种连锁的经营的模式 作为一个叫做实体经营的一个商店 因为它的价格已经固定了 都是100日元 我们想要盈利 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 成本的控制 分成哪几类成本 一个就是商品的进货成本 第二个是什么 管理成本 第三是什么 租金成本 第四个是市场推广的成本 大概有这四个方面的组成 你的这个销售的价格固定了以后 就如何通过来降低成本 来提高你的收益 那我们在大创的这个商业模式里边 我们在看到它抓住什么 抓住的不是说是进货成本 大创是一家上市公司 它的财务报表里发现 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到只有2%的毛利率 在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毛利率肯定是一家亏损的企业 但是大创的这个 它的经营模式 我的很多商品采用的是非常低的毛利 亏本经营 但是把你吸引到商店以后 你在购买这些亏本经营的商品的过程中 你可能也会顺便去买一些其他的商品 而其他的商品 可能带来的相对比较高的毛利率 这是大创的一种经营模式 就是说我不要求每个商品 我都要毛利率在10%左右 或者8%左右 那有些毛利率我只要2 但另外一些毛利率 我可能占到15% 甚至占到20% 就是更高 这就是大创的一种经营模式 市场的推广成本 几乎他们不做任何的广告 因为它就是大街小巷 并不是一个繁华的商圈里边 这是老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 整个的大创的盟店有多少 有5700家 而正式社员只有402名 那剩下的都是什么样的呢 在日本他们用的兼职的 也就是零时工小时工的方式 又通过这种雇佣小时工的方式 就大大降低它的管理成本 商品价格固定的前提之下 大创在不断地在优化它的成本 降低它的成本 这就是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创 可以说大创是整个石原店的一个鼻祖 你看它的英文名字叫Daiso Soar就是创的意思 Dai就是大的意思 Daiso 这个Soar已经成为石原店的一个品牌 即使是今天一家纽交所的上市公司 它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叫MiniSoar 中国的很多的这个石原店的名字后面都加一个索 这个索是什么就延续了大创这个索 很多的中国的商 在MiniSoar MiuMiuSoar等等 其实我们说真正的石原店的鼻祖还是在日本 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式的石原店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一美元的商店 这一美元商店 这个美国有两家巨头 一家叫做Dollar Chair 还有一家叫Dollar General 这两家占了美国90%以上的市场份额 我看到一些数据统计 Dollar Chair在美国拥有15000家门店 它的销售额达到230多亿美元 Dollar General它在美国有超过16000家门店 这个年收入也超过了270亿美元 一个是15000家 一个是16000家 加起来是这个差不多3万多家 平均每1万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家一美元商店 你就知道这个一美元商店 在美国人生活当中占据了多大的地位 我还记得这个我90年去的美国印象非常深刻 日本的百元商店就是50平米100平米 这种非常小型的 到了美国的这个一美元商店 都是2000平米这种规模的 2000平米3000平米巨大的一个 像个仓库似的 里边正是叫应有尽有 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用品 几乎都是从这个一美元商店购买的 在美国 美元术和达勒公司 合计占据美国90%以上的10元店市场份额 并且从郊区走向城市 紧贴沃尔玛等大型商超开店 截流大量的客流 两家同时成为机身世界500强的10元店巨头 2019年 美元数在全美及加拿大 共计拥有15288家店铺 年营收236亿元 达勒公司在全美的门店数量为16278家 年营收高达278亿美元 美国的10元店 他们采用了什么方式 采用了郊区包围城市 也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大城市当中 你看不到一元商店 就是在郊区 那么郊区的好处是什么 租金非常的便宜 如果租金便宜的话 但是别人怎么会知道 怎么会去呢 他们又采取这种非常有趣的模式 离大型超市比较近的地方 我们叫Walmart 遍及美国每个角落 所以这些商店 他们开在Walmart附近 在开车5分钟 10分钟的地方 我开一家这个一美元商店 把去Walmart的人流 变成了什么 路过我这个一元店 成为我的人流 这是在租金这个层面 采用了这种降低成本的模式 这样的模式在美国也成功了 中国的10元店和日本 美国10元店有什么样的差别 中国10元商店 都是还是集中在什么 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大城市 而且是大城市上的商圈当中 所以说这个经营的模式不一样 那按照我们实在说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怎么来控制成本 租金成本一定是最高的 第二是这个市场推广成本 中国的这个10元店 他们也会用采用这种 明星广告的方式来推广这个10元店 那是在日本在美国 从来没有见过的 也就是说在中国市场推广的成本高 租金高 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 我们的成本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商品的进货的成本低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大国 更是小商品制造的大国 比如说EV也好还是浙江的其他地方 你都可以找到你要的商品 我们的进货的成本要远远低于日本 远远低于美国 就是美国日本的很多的商品 都从中国进口过去的 再加上中国的人口效应 人肉量比较多 所以说销售的体量也比较大 所以同样也会降低商品的成本 那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最成功的10元店 叫明创优品 它现在门面已经超过了4200家的门店 而且它不只是在中国拥有自己的门店 也去海外来开拓自己的门店 我们在做实体经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从明创优品来看一下 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模式 明创优品的这个模式是什么 它是通过这种实体加门店的模式 我们说加门店最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开门店的成本都不需要自己来出 所以因为你是加门的 所以用加门店的模式 这个明创优品的加门店比例超过了95% 也就是说自己实体经营的 刚刚的起步的时候 可能是自己在实体经营 但是后来都变成加门的模式 也就是说95%的门店 都是加门的模式 而且我们再告诉你 它的这个加门模式 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加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传统意义上的加门店的模式是什么呢 加门店的模式就是我品牌授权 我的这个供货授权 然后呢 所有的系统 就是后面的支付系统等等 我是来给你支持 从门店的设计 门店的选址 到商品的提供 到结算 都是我来帮你来授权 但是呢 中间呢 我给你来分成的这种模式 明创优品 它的加门模式是什么呢 它的加门模式就是 你只是个投资者 记住 你是个投资者 就是你投资150万 200万你投资进来 然后剩下的什么 是你帮我选好地址 经营管理商品 所有的一切 都是由我的人来做经营管理 那我们说传统意义上什么 我自己在做经营 我自己在做管理 只是说 我接受你的管理理念 管理模式 接受你的商品 但是明创优品是什么 你就是个投资人 而且是个财务投资人 什么叫财务投资人 你不能干涉我的经营 干涉我的管理 其实这个店是我投资的 但是店长 服务员 各方面人 都不是我来指定 不是我来选派 我没有任何的 我只是看到说 每天的收入当中 第二天我可以分到 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五的 这么一个比例的收入 分到我的账上 这就是明创优品的 它这种模式 那它的模式的 这个优势在于什么地方 优势在于就是说 我能保证 我的服务的质量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 被这个总部在把控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管理者 经营者都是我的人 而过去是什么 过去是我的理念 我的品牌 我的商品是我的 但经营 实际经营管理者 还是有投资人在负责 所以这是两种 不同的连锁的这种模式 明创优品的加盟商 只是门店的投资人 没有经营权 设计 研发 供应链 供货等核心环节 均由明创优品掌握 店长 店员 直接向总公司汇报工作 投资商前期投入 几乎全部成本 需要140万元 到200万元的启动资金 明创优品无需投入 做收费用并供货即可 这样的轻资产模式 有利于明创优品 快速扩张 然而 相比2018年下半年 2019年下半年的明创优品 在中国的同店销售额 还是下降了3.8% 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是最直接的原因 在明创优品成立之后 类似的新式十元店 也纷纷冒出 无论是在店名还是商品上 都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比如 木槿生活 含上优品 上优繁品 西美成品等 对于消费者而言 替代性很高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十元商店 在美国每一万个美国人当中 就有一家这个十元店 那么在当今中国 我相信这个门店的数量 远远没有达到 但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未来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很多人就进入这个市场 所以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了 这个激烈是什么 同质化的竞争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其实十元店最容易的同质化 因为你的商品价格是十元 也意味着什么 可选择的这个价格的这种商品也好 还是说这个叫做品质也好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所以说这个同质化竞争是非常非常严重 不用说这个商品的 就像名字都是非常同质化竞争 就是不只是说商品的竞争 连品牌都是同质化的在竞争 那么第二个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只要十块钱的商品 所以很多人 很多的商家就是 在这个商品选择过程中 为了赚取更高的这个利润 或者说为了盈利 我们说因为 今天是在城市里面开设这个商店 所以成本很高 那怎么为了要盈利 盈利怎么办 只能通过降低进货成本 那我们说卖出这十块钱进货的成本 那你说能降到什么程度 那只有什么 不是那么优质的商品来进行销售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质量不过关 也就是虽然商品看上去好像是很好 看上去很便宜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质量不高 千万不要低估消费者 消费者是 我既然花了钱我买了 我一定希望优质的商品 那这一点我觉得 很多的商家还没有意识到 如果你这个商店里的商品的质量不好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消费者 以后就很少愿意来光顾这样的商店了 只有说你在一定的质量上面 保证下来 真正一直做的价廉物美的前提下 消费者会不断的来回头客来 重复的来进行消费 那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商家 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实际经验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也就看到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餐厅 为什么做个一年两年 刚刚火了一年两年 到了第三年就消失了 什么原因 是消费者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吗 可以说不是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也看到一些商店 一些商家是什么原因 是它的商品的质量降低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刚开始一个新的餐厅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用心的 把每一款商品都做好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人来消费 后来发现这个店变成有人气了 来的人很多了 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时间上的原因 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 或者获取更高的利润 所以相对来说 把质量就降低了 随着质量的降低 这样的商店就慢慢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很多的商店 有个两三年就没了 这是什么 最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没有把握好 就是没有用这种工匠精神 做一个商品 做一个经营一个实体 最重要最重要 我们叫商业是长跑 最终长跑获得胜利的 一定靠的是质量 所以说质量这一关 我们千万千万不能输货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 实际上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也是我在过去的几十年的 在这个人生经历中 就发现了就是说 为什么在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商店 一下子就没了 特别是一些餐饮商店 就是什么 就是商店的质量 没有达到早期的那个水平 那我们也看到名创优品 还会面临一个问题 说今天的名创优品 它的亏损是什么 2.9亿 其实它是亏损的公司 那为什么资本市场 给了它一个70亿美金的估值 那资本市场是什么 资本市场 我看的不是你过去 也不看你今天 看的什么 看的是你未来 也就是说 你名创优品 可以在短短的7年当中 开设4200家门店 如果你走进资本上 拥有更多的资本 你有可能 在未来的7年当中 你可以开设1万家 开设2万家的门店 当你有一个2万家的 经营规模的时候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管理成本降低了 你的市场推广成本降低了 你的商品的进货的价格 成本降低了 那带来的什么 带来的一定是利润的增加 就像早年 我还记得京东上市的时候 很多人但是觉得 为什么京东上市 一个亏损的公司 亏损70亿人民币的公司 居然还可以上市 因为大家做了一个预估 就是现在的京东亏损 并不等于未来的京东亏损 只要它的量规模上去了 这样的公司 我们说电商一定是未来 所以它的销售额只要增加一倍的话 它又什么 它又可以产生盈利 而且产生很大的盈利 如果再两倍三倍的话 就变得更大的盈利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京东 是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 别人也会给民创优品 带来一种期待 今天的民创优品是亏损公司 但是未来三年 未来五年当中 有没有可能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爆发的增长带来什么 带来的利润的增加 但是民创优品这样的商店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竞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商品都在义乌 我直接到义乌去购买一些商品 然后我就容易就建一个门店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 有那么多家新出现的十元店商店 对于民创优品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它是不是还可以构成规模红利 也就是过去七年开了四千家 未来七年是不是还可以开四千家 一万家 这是什么 这是存在疑问的 我们希望看到的中国式的十元店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是我们推崇的 第一我们是看到的 还是品质 就是你需要提高什么 提高你这个十元商品的品质 品质是最终决定于你 这个未来的 这个可以持续经营的 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的模式 当然很多人说 我品质提高了 我的成本就要上升 是的 但是我们说取到一个平衡点 也就是说 在一个高品质 又能降低成本的话 这一定可以是一种 可持续的经营模式 那么我们说 为了达到这种品质 避免这种同质化的竞争 我们需要什么 你需要做到一个自由品牌 也就是说 你打造出自由的品牌出来以后 才有可能去进行市场竞争 那么第三个 今天是所有的十元店 更聚焦的是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中国的人口基数 更多的是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我们把它叫下层市场 那如何把这个 本来属于下层市场的 一种商业模式 你把它放到了一线二线城市 为什么不回归到三线四线城市 因为消费人情多 第二什么 第二个就是租金成本要大大降低 有时租金成本大大的降低 才有可能带来什么 带来我们所说的整个的成本的降低 就是说我们需要拥抱下层市场 那么第三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互联网时代 你可以去做实体的 我们所说的十元店的 这个店面的时候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个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线上线下的联通 拥抱线上 也就是说线上 你要一定要开启 你的十元店的线上门店 这才有可能 又能满足你这个社区 更重要的 还能让更多的人 来感受到这个十元店的 十元商品的魅力 今天我们了解了 金一家十元店 所需要的什么 所需要的就是 如何去进行成本的控制 市场推广的成本的控制 租金的成本 商品源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 等一系列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 这个十元商店来说 是我们看到的时候 未来有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因为我们把美国 做了一个简单的案例 平均一万人就一个 这个一美元的商店 那我们在当今的中国 那离这个数字还相差很远 但是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那么在这个趋势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有机遇 但是面临的挑战也很大 因为什么同志竞争也好 还是说这个成本 特别是租金成本也好 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但是我相信 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 通过比如说下层市场也好 还是说通过这种 网上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好 是有可能来改变现在中国 食言商店所面临的困境 可以去拥抱什么 拥抱更大的市场的机会 谢谢大家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